花蓮捐血站血庫存量只剩下三天了 不足七天安全量 花蓮縣政府啟動了 你來捐血我補營養 捐血送南瓜的合作活動 石箱大約有500公斤南瓜 14號起跑捐250cc就送一顆 農業處表示配合當季盛產作物 呼籲民眾踴躍捐血還可以幫助農民 儘管13日起全台為解封 不過花蓮捐血站表示 目前血庫存量僅剩三天 尤其AB型只剩兩天 其餘血型也只有三天 每天平均只募得20代左右 週末假日捐血活動也僅募得月200多代 仍緩不济及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於是攜手啟動 你來捐血我補營養 捐血送南瓜合作專案 希望增加民眾捐血意願 目前花蓮南瓜進入盛產期 南瓜營養豐富 現在品嘗正是時候 即日起自7月21日直到花蓮各捐血站 捐血花蓮縣政府就送南瓜一顆 請大家一起來捐血 多吃南瓜幫助小農增強免疫力 因為疫情以來 我們其實缺血狀況一直是 還是存在著 那我們目前血液庫存 就是只有平均三天而已 那其實還是不足我們的安全庫存7天 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以AB型來講 比較缺只有兩天 那其他血型也就只有三天而已 農業處這邊是第一波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跟農友合作的一個捐血活動 那下一波我們還會再推出 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就是從14號到就是21號 只要有捐血的話 我們都會送南瓜 那活動地點就是可以上我們花蓮捐血站粉絲團 去參與說在哪裡有活動 那明天的話是在明里國小腹射幼兒園前面都有捐血活動 歡迎民眾前往捐血 捐血站表示 這次月500公斤的南瓜反應熱烈 農業處也表示會再追加數量 18日起到21日在明里國小腹射幼兒園前 還有為期四天的捐血活動 鼓勵民眾為花蓮血荒盡一份心力 也協助在地農民推廣在地食材 記者長方燕華林氏報導